海洋占了地球表面70%的面積 而生活在其中的微藻 因为能行光合作用并捕捉二氧化碳 每年可吸收全球碳排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对地球永续扮演重要角色 现在英国科学家正进一步研究 要把交通噪音污染作为促进微藻成长的新技术 而且还目标把微藻作为生殖燃料 英国伦敦大学和黄佳 一家艺术学院的研究人员设计出一套模组 叫做Elgi Wave 一个个六角形的装置 可放置在车流庞大的道路两侧 吸附交通噪音 同时还能吸收二氧化碳 微粒子和阳光 为藻类培养 创造出理想的环境 同时就像城市的空气清净机 可净化脏空气 小小微藻用处不少 从海洋到陆地有更多应用功能 协助过滤空污还能放大除炭量 学界的创意发明前景看好 就等投资人或工部门采纳 扩大为早的永续应用 大爱新闻 武贵甄编译